到底是什么事让小老鼠牢骚不断呢 哈喽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我是小易 很高兴你们又来听我讲故事了 一只坏脾气的小老鼠躺在海边 准备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可是总有一些事情让他忍不住想要发牢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爱发牢骚的小老鼠 献给达里奥和莱诺 愿这把小铲子和这把小靶子 祝你们开启人生之路 谢尔凡迪耶 爱发牢骚的小老鼠 有一只爱发牢骚的小老鼠 它正躺在沙滩上睡午觉 突然他眼前一暗 到底是谁挡住了小老鼠的阳光呢 你把我的阳光挡住了 小老鼠发起了牢骚 它冲着河马喊道 你给我换个地方 去晒你的日光玉 哦 好凶的小老鼠啊 小老鼠刚刚躺下 准备继续睡午觉 却听见一阵阵很大的声音 呼啰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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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什么呢 呼啰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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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简直比拖拉机还要吵呀 小老鼠又发起了牢骚 它冲着鳄鱼大声地喊道 你给我换个地方去打呼噜 小老鼠被鳄鱼的呼噜声给吵到了 小老鼠刚刚躺下 准备继续睡午觉 却不知道从哪儿 砸过来一堆糖纸球 诶 这是谁在吃糖呢 难道你觉得我是垃圾桶吗 小老鼠又发起了牢骚 它大声命令老虎 你给我换个地方吃糖去 小老鼠对老虎丢了一个糖纸 小老鼠刚刚躺下 准备继续睡午觉 却突然被溅了一身水 诶 这是谁在对小老鼠喷水 哎呀 我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小老鼠又发起了牢骚 它生气地冲着大象喊道 喂喂喂 叫你的野孩子 换个地方玩水去 哦 原来是小象们在旁边玩耍 不小心把水冻到了小老鼠身上 野孩子 大象 大象重复了一遍小老鼠的话 你说谁是野孩子 哦 这样子说话很不礼貌哦 说大象的孩子是野孩子 大象非常生气地 卷起小老鼠的尾巴 嗖的一声 把它甩向了天空 小老鼠飞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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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终于落在了一座小岛上 现在小老鼠自己一个人在岛上 应该可以安安静静睡觉了吧 嗖 总算清静啦 小老鼠怂了一口气 躺下继续睡午觉 哎呀 糟了 我把点心落在沙滩上了 真是美中不足呀 哦 想来我们的小老鼠应该是肚子饿了吧 突然一个羽毛球飞了过来 喂 到底是谁呀 我们也来了 沙滩上的人太多了 这里看起来很不错哟 来来来 大家都来这儿玩 孩子们 吃点心咯 原来大象 鳄鱼 老虎 河马都过来了 哎呀 因为沙滩上的人太多了 他们也跑到这里了 他们也跑到这里了 大象 跟动物们分享了自己的甜甜圈 来 我把这半给你 拿着 拿着 我们都别再发牢骚啦 小老鼠把自己的甜甜圈递给老虎 说到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每天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 是我最大的动力 做情绪的主人 发牢骚并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带来负面情绪 多多包容生活中的小意外 最后 小老鼠给老虎分享了好吃的甜甜圈 有时候分享也是一种快乐哦